我們要提醒您 拿煙給小朋友抽 是絕對是犯法的 這一回呢 董事基金會收到了 非常多檢舉的影片 影片當中 大人把小朋友吸煙 當作是一種娛樂 直到小朋友哭了 他才作罷 甚至我們看到說 在影片當中 有很多小朋友熟練抽煙 像個老煙槍一樣 而且有一些小朋友 還很小 都只有三四個月大的嬰兒 董事基金會收到的 檢舉影片裡頭 媽媽把煙放進 不會翻身的小嬰兒嘴裡 還說要給爸爸看 母子倆笑得好開心 換個畫面在遊樂園 大人執意拿煙 給坐在娃娃車的小朋友 搖手拒絕三次後 小朋友使出大絕招 嚎桃大哭 大人終於放棄 讓小朋友抽煙 像這樣的影片 在網路上不斷流傳 讓終身義工孫悅叔叔 不禁要問這個社會怎麼了 怎麼這麼幼稚呢 為了一時讓孩子的一個錯誤的示範 全家人高興 那就是一個滿足嘛 而且讓人家國際上看了 是一個笑話 不禁讓我們想到這些 拿著空氣槍打小狗 拿著汽油來燒小貓的行為 我們必須要承認 台灣人的品質 我們的人性出了問題 影片中還有孩童學習大人吸煙的樣子 甚至動作老練 身為媽媽的義工李明依 看到影片後心情久久不能平復 否則依照兒童及少年福利法 跟焉害防治法 最高都賠除五萬元的罰款 原新聞 宇帆宏羽 台北報導